怎么会有这么夸张的事情呢 民众投诉说 在人来人往的台北车站这个捷运里头 竟然发生了有怪怪的阿伯当众做出了猥亵的举动 这个不雅的动作呢 持续了有十几分钟 当时旁边还挤满了乘客 这个阿伯的夸张行径 如果是被检举的话 恐怕是因为涉嫌 性骚扰会被处以新台币 1万块钱到10万块钱以下的罚还了